我先讓你喝一口水 要喝五湯好嗎 一聽到阿嬤早餐還沒吃 醫師一上門就貼心餵起她來 你的一個動作 可能可以給她很多求生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透過你的身體以言 她的溫度就出去了 阿森凱 阿嬤 你比較矮 對 90歲的劉阿嬤病嚴嚴 連眼睛都張不開 此際仁醫會醫師曾文上 特地扛著一箱自費買的營養素 還教阿嬤孫女幫老人家按摩 一秉一新 聽到李阿嬤今年還沒人幫她過生日 醫師也特地買了蛋糕帶過來 大家一起來個生日快樂歌 熱熱鬧鬧的 阿嬤好開心 這次三肢疫症 剛好在暴雨之後那一天 雖然天氣還是不太穩定 但是想到老人家的期待 志工沒有停下腳步 除了疫疹 這次還加入了行動美容院 你怎麼會送 哎呦 我不敢你也辛苦啊 許淑彥負責洗頭 料理學負責剪髮 看到老人家神清氣爽 就算頂著風雨也值得了 大約新聞真善美志工台北報導 就算了 你怎麼會送我 好 噢 感谢观看